这几天,巡航导弹很火。美国一言不合甩了59枚战斧巡航导弹,直接把整个世界都震惊了。俄罗斯自然也不甘示弱。 据美国新闻周刊4月10日报道,一艘俄罗斯常规潜艇当天在波罗的海城宫试射一枚新型巡航导弹,准确命中预定目标。 试射的新型巡航导弹具体是哪一型还没有具体的信息透露。但是考虑到参加这次巡航导弹发射的潜艇是克拉斯诺达尔号,属于击落级改进型潜艇。 而俄军最近又正在为该级潜艇换装威力更大的口径巡航导弹。这次极有可能发射的是口径或者是比口径更为先进的巡航导弹。 说到口径,它在国际上声名大震也是因为在叙利亚境内飞了一遭。 2015年10月7日,俄军从离海军舰上发射了26枚口径巡航导弹。 导弹飞行1500公里,以不超过3米的精度准确命中续境内的IS据点和弹药库。 随后俄罗斯又从地中海的基洛级潜艇上再次发射口径巡航导弹。 那么,战斧和口径这两款巡航导弹对比起来,熟优熟烈呢? 我们先来看口径。口径导弹全长约8米,重约2吨。 飞行速度数倍于音速,达到3000公里每时。 出口型号的射程不超过300公里。 离海发射证明其实际射程超过2500公里。 口径巡航导弹最早诞生在1992年。 当时苏联自己研发了性能和美国战斧媲美的三兆时导弹。 由于外形和战斧相似,被戏称为战斧司机。 苏联解体后,俄罗斯在三兆时的基础上研发了Taliber导弹。 中文意思为口径。 该导弹采用格洛纳斯卫星制导,精度控制在5米以内。 可以从一座大楼的窗户里打进去。 战斧导弹是美国目前最强大的巡航导弹。 1972年开始研制。 1983年加入部队。 参加了美国所有的对外战争。 堪称战功赫赫。 十足的串门者。 战斧导弹拥有庞大的家族。 既可以舰载也可以路上发射。 最大时速900公里。 精度在10米左右。 改进行在1米左右。 起飞重量1.2吨。 射程2000公里。 采用GPS制导。 战斧是巡航导弹维亚音速导弹。 飞行速度较慢。 且飞行高度较低。 容易被地面防空炮火击落。 从以上的对比我们不难看出。 从射程和时速方面。 战斧都比口径要略逊一筹。 更重要的是口径是90年代产物。 与战斧有后发优势。 战斧再改进也是70年代的产物。 再加上速度比较慢。 拦截战斧相比口径的难度也会小一些。 毕竟慢啊。 甚至。 连美国自己都承认口径的威力不容小觑。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就曾经有过相关评论。 口径导弹家族包括十多种不同型号。 它们在发射方式、射程、摧毁目标的性能和飞行速度都有区别。 导弹长度从6至9米不等。 可以挂载常规弹头或核弹头。 口径导弹摧毁地面目标的性能不次于美国的战斧。 在最终飞行阶段可发展超音速的反舰导弹都领先于美国的同类产品。 当然。 无论是战斧还是口径。 它们俩都属于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。 其实都已经不在先进。 主要原因就是其缺乏隐身能力。 容易被发现并击落。 比如这次美国发射到叙利亚的59枚战斧。 实际上只有23枚到了叙利亚境内。 看来。 未来的巡航导弹要么提高自己的速度发展成超音速。 要么在亚音速的基础上发展隐身功能。 比如俄罗斯现役最先进的远程巡航导弹KH-101。 虽然是亚音速。 但是有隐身能力。 加上既可以搭载常规弹头又可以搭载核弹头。 足以威慑到美国了。 想了解。